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院院长苏正常昨天宣布一个紧急针对一些 因为疫情影响而收入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会影响生活的朋友们的纾困计划 这是一个好意 那为什么实施之后反而招来很多负面的评价 有人说这根本是基层跟不上高层 这把它搞成像是一个大内宣的所谓纾困文宣计划 为什么好意变成大家给他这么多负面的评价 看一下相关新闻 一个就是有工作无家宝 举例说是举广告牌的 卖一兰花的流动瘫痪或者个案 接个人接 那第二类 第二个族群 有一些不能出海 有一些捕获的余劳 却因各该国封守不能卸货 回来还要隔离的移民 另外农民同样也是最辛苦 在田间工作为我们的粮食 他们常常是在社会的最底层 对于有工作没家宝的人 直接在工所办理 那我们卫福部直接来和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让这样辛苦的族群能够很快能领到 那如果是农民 渔民直接在农会 渔会办理 那这个都只是就是拿身份证签个名就能领到 所以不是要审核要什么 而是要你的账户才能挥款进去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摄影师眼尖真不愧是苏院长 你看指挥棒我们拿的是小小一根 院长拿的是一个撞球杆 OK好先看一下院长小小玩笑 OK图固计划当然非常的重要 但国家也不能在毫无所谓一些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做所谓散财童子式的纾固 因为国家的资源一定有限 所以必须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那问题就来了 这些规范底层的公务员跟得上吗 老百姓适应得了吗 我们来看看相关一些规范细节 5月6号起扩大急难纾固开始申请 什么有缘有工作 但无家保者 特别是说没有去参加军工教劳农保者 一些非常所谓非典型的就业工作者 院长就像在卖玉兰花的 在做街头 比如说一些一些演艺表演的 像这个举广告牌的一些朋友都很辛苦 那这些人因为疫情受到生活的冲击 我们怎么帮助他都是美意 相关规范的细节非常多 包括说每户每人每月生活费 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1.5到两倍间 会有一万元的急难纾困金 我不是说这些说法讲的不够口语 但是需要非常妥适的翻译 给这群我认为相对比较底层的朋友 底层我没有任何恶意 可能他们对相关的文字 或是法定的解读上 是有一定程度的所谓进入障碍 所以这个就是考验苏贞昌 你怎么把美意转换成了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 领得到享受得到的好意 这我想是一个很重要议题 比如第二个规范 家户每人每月生活费 低于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 1.5倍到1的人可以离1到3万元的急难纾困金 我所知道光1万跟1到3万 很多人认定的五煞煞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各地区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 又不同的差别 比如非六都市县市是多少 台北市可能比较高 新北市稍低一点 台南市可能又稍低一点 所以每个人不同的所谓生活的所在地区 他的最低生活费又有不同的规范 所以整体看起来有它相当的复杂度 包括周围流程 什么因疫情扩大急难纾困 符合申请者受理窗口 是各地居住地的乡镇市民区公所 然后书面审核认定核定后拨款 有一个一定必要的流程 那急难纾困金的试算表 这个的试算表 包括还叫家户的总存款 你要四块试算钱 麻烦把你们加 不是只有我 全家的存款拿出来算一下 大概多少 所以有一定的难度 那有人在记者会问一下 不是他主管业务的防疫陈时中 陈时中部长说 大家这一万块是不能领 陈时中试着帮大家算一算 但他最后说连他都忍不住说 真的很难算 是有点困难 来阿弥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纾困本来就是苦差事 因为第一个资源有限 但是疫情造成的困境是无穷 那你要怎么分配这是个大难题 绝对不能搞成政策买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没办法当散财同职 那一定会引起不满 因为有人说我怎么没拿到 我拿到太少 所以其实纾困对于政府来说 他就是尽量去做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一万块的这个措施 我个人是觉得行政院在宣布的时候 冲太快 因为苏贞昌他是冲冲冲 冲冲冲 可是他这个 实情之效 真的是一宣布一冲出去之后 民众的申请马上就说 你院长说即刻领 院长说即时开放申请 他立刻跑去公所问 立刻打电话来我们明代这边问 可是问题是说 他这个相关的算式 公式跟这个资格的不达 还没不达下去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 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并不算难 其实就院长他在宣布的时候 他应该要讲清楚说 几月几号才开放申请 你有一段时间 你赶快把公文 弄去这个各地乡镇市区公所 让地方的政府了解一下 其实这就接起来了 其实主要断在这里 他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只是因为你要想到这些 你现在要补助的对象 其实他就是社会当中最辛苦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们呢 你还要他去弄那么多文件 还要他计算连这个牙医 连卫福部长都说有点困难 这个公式其实是一个困扰 那像我们做民意代表 其实一直到现在 经常都会接到很多电话 很多各式各样多元的需求 来跟我们问说 那他可以申请什么补助 我们都要从很多的文件里面 帮他去找说 你有什么资格 你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要帮他看 其实就算我们来做 都要花上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是认为 其实现在政府的纾困 当然他针对不同的对象 越推越多元 但未来真的要考虑一个方向 第一个简化种类 你不要再去 虽然我知道人的情况有很多 可是你要想想看 你的程序成本在哪里 就是你为了处理 把这些所有人分门别类 然后跑这些各种不同的文件 对基层公务员造成的负担 其实也是国家隐形成本 你把它简化补助的种类 同时你要简化一个程序 我们唐凤很厉害 他做的口罩 从实名字1.0到3.0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纾困也需要有这样类似智慧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网页 在上面你让所有的国人上去勾 说自己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你按确认之后 他也许可以帮你过滤出来说 你可以参考哪些方案 符合条件 不符合的条件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租屋补助 其实也有这种方案太多元的问题 后来内政部跟我们台北市都有做个网页 就是说你上去勾你是不是原住民 你月收入多少 你全家的财产金额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自有房屋 勾一勾之后 他会跑出来 你可以申请购物贷款补贴 或者是你可以申请租金贴 出来之后 你才就知道说 那我要跑去找谁问 我觉得现在大概是需要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相信你政府的资讯力 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我觉得你在推出这些相关纾困措施的时候 把这些枚杆做好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防疫的成功 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纾困你只要减少这种民众作业的不便 我相信民怨其实是可以降低 阿苗提出非常专业的见解 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 民众跑公所扑空 狂喜苏贞昌脸书 真的狂妇 再看一下 热热等了 纾困一万元现金 行政院开始有盗窃 国民信主要讲说 因为行政步调为其他表达歉意 的确有错有诱感 有不对的地方理可道歉 我们记者昨天跟我们讲说 院长真的冲太多了 他说包括总统府 包括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都不知道院长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跳出来说 所以后面都队不得到针 这样就对了 这个昨天我们记者 相关的一个内幕的讯息 那苏仁昌加码说民众挤爆柜台 北市区公所好几个区公所说 看新闻才知道 狂接了500通的电话 就是说业务量 我们一个邻居也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 真的业务量暴增 而且最主要说他们不能拒接光 这我不知道 你去问中央部 他们只能把资料都留下来 等进一步我再来 相关办法我再来跟你们回应 所以是有一些困扰了 那首都市长 柯文哲说申请造成混乱 柯文哲说 每次接到中央的球都很痛苦 这真的是一个强力快速球 投手捕手不好接 好 轰中央 柯文哲说拜托留点前置作业时间 这首都市长相关的回应 你看台中市的太平区公所 他说苏贞昌说1万元纾困 他贴一张小告示 请下个礼拜再询问 应该可能内部的整个作业 还要再进一步统一步骤 也不能造成不同的 所谓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 差别性的待遇 所以这的确有一些需要时间来做了 急需急难纾困的申请筛报 立委优需要的反而拿不到 这是洪森汉 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他说这个钱对底层的朋友来都是救命钱 但是因为纾困的拥挤 反而排挤掉真正需要的人 因为他需要的去申请的一些时间 可能他本身都不够了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部分 可能就包括像阿苗讲说 需要有一些更科技 更有效率的方法来介入了 那这个高宏安委员 他站在在野党的角度 他也提出一些观察 说纾困难道变成大内宣吗 他说超前部署的 难道只有那张新闻稿吗 真正要超前部署是有效的 整个行政体系 从底层到高层的 共同的准备工作 但看起来只有新闻稿 是做提前部署 他提到说行政院不要急着邀功 为难基层的公务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